大家好,欢迎来到公伏者,我是冯碧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横拳的小幅度 前面我讲过幅度比较大一点 幅度可能比较大一点 今天我讲一个幅度比较小的 靠我们内在刮里 靠我们内在把这个拳抖出去 弹出去的,弹射出去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 首先是必须要画 要开抱,画必须要特别松弗 我们画布的这个开合量也要大 还有我们画布的这个大力 必须要能够瞬间的动弹 瞬间的动弹才可以 好,下面我就开始说这个动作 首先我们站直,尤其不高跑 你可以这样随意一点 可以随意一点 因为你是在晃身的时候 因为你红拳只要打这个是侧面 打这个是侧面看着 打前面也可以 最主要的是侧面 因为比如侧面有人 发生冲突里面要打背 你如果说用这个摆拳的 或者是其他的 比如我这样的 旁边的人 我用自己十百勾之类的 不好打 只能以这种最简单的方式 手在哪个位置 你哪个目标 你手 目标最近的 直接出去就可以了 越简单越好 所以我们在练的时候脚可以随意一点 然后是我们的手 手可以这样放着 这个手可以抬起来 也不用抬起来 主要是 主要的活性在哪里 在我们身体内的 刮 这个前面说的刮 当然 这个还有其他的 这一家拳说的 还有其他的 今天我主要说是刮 要靠我们这个刮 有一个 瞬间的崩弹 将我们这个拳打出去 打出去 然后做一下 活性 再刮 大家应该能看出去 这个打拳 都手走出去打的 我们这个跨 跨在打 oike 别 проблем 无论是远距离 还是这种近距离 都可以打你 比如说我们念拳也要抓住 抓到活性 不是外面的招式 也就是说你内在的各个关节打开之后 各个大节把它撑打开之后 可以把它随意的这种风吹 随意的颤动之后 外面的招式就不重要了 就可以随意花点 这个时候就是功夫上升 功夫上升之后 其实你就不要去想准招式了 比如说你抬手 就有意义 抬手 胯 刚开始这个动作自己去练的时候 可以 手不要动 手就定在这个位置 靠我胯 你的手不要脱去 主动去拿不起 一定要胯跟我们的手相符 靠我们这个胯 抖出去 这种感觉 抖出去 一个瞬间加速度 把拳抖出去 这样出去的话绝对是穿透的 而且速度特别快 你不要想 你只要身上一抖 它力量就出去了 力量就出去了 所以说大家念的时候一定要 头心在胯 就这样不要动 手方的这个地方不要动 靠我们的胯 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手出去了 胯还没动 或者说胯动的手还没有出去 这都是错误的 这种 都是错误的 让它同死 这个地方 我们的手 同死的 必须是 同死的 也就是说 一个节拍 生活我们的胯 要相处 大家多去体会一下这种感觉 好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